大的胎骨的声音还能睡得着 主要是大人不想走 催眠曲是吧 先小小的又感受到 女猫球比赛的这种热烈的气氛 因为李同伟是马来西亚队的 现在这场比赛又是在马来西亚的进行 所以现在全场的观众的气氛 应该是充分的都给调动起来了 连续气球 因为李春伟是东道组选手 所以他在天师利利人和方面都占优 这个球是界外球 这样子看着就没法放 所以这样的话 主裁判还要警告他 哎呀比赛一开始出现这种不愉快的事情 会如果经验不老道的话 就很容易在后面受影响 对那就更吃亏了 其实这个水分来说 这个李重伟已经比那个波萨纳斯 应该是高出一句 对 你看是不是 他说要李重伟正常发挥的话 这才精彩就没问题 对 连续的一拍一拍主动一拍一拍凶狠 一开场了就给泰国队的波萨纳 来了个下马威 又一个出界波萨纳 波萨纳的反应呢 纯束啊 纯束啊 还是不错的 但是他相比李重伟来说呢 李重伟比他要稳健 这前很多大赛 这个波萨纳都好像没有进入前四年了 对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因为这个水平层次还是一变差距 他属于这种就是 发挥的好 就打得特别好 稍微状态不好还是怎么样 他就会很市场 因为在今年一月份进行的瑞士公开赛里面呢 李重伟是战胜了我们可爱的大嘴夏宣泽 在半决赛里面夏宣泽 在决赛里面夏宣泽是0比2 输给了现在看大家所看到的马来西亚的选手李重伟 本来夏宣泽在06年 就今天的瑞士公开赛 开局的非常的不错 大进士的时候又战胜了皮特盖 然后16进8又战胜了孙生摩 还战胜了马来西亚的哈菲兹 一路是进军到决赛 本来大嘴大家都很希望 因为大嘴的人缘比较好 在瑞士公开赛都希望大嘴能够拿一次分战赛的冠军 没想到再战胜了哈菲兹 战胜了孙生摩 战胜了皮特盖 在决赛输给了李重伟 并且还是0比2输掉 李重伟的两个失误 送给了布萨纳两分 看到他说他每次发完球就先往前跑了 可能在一些战术的研究里面呢 防住李重伟的前场 他可能就每次你看他整个准备动作 重心就有点靠前 就怕这个李重伟呢 一开始那几图三拍呢 都是在往前 所以过分的重心呢 球打得是非常刁哈 打得也很开 他主要是他连贯的比较好 嗯 他跑完以后 下一拍跟进的特别快 全场的观众就希望是李重伟进攻 但李重伟 还是先稳住 要不就先掉 观众很喜欢 看上去 希望他对进攻上去 但作为运动员来说他还是要看自己的司机 他的位置 来处理 力气是自己的 你喊杀我就杀 你不断喊杀 我一会把力放 又滑了怎么办 战术是自己定的 观众是看热闹的 哎呀完了 看了波萨纳这个在往前赢 根本就没动 他这个球非常 质量非常高 哎 这两本没有办法 这个球 李重伟质量太差了 回球都不像车网 就是弹网弹过去就算 几乎每个球观众都希望李重伟也就杀 但波萨纳还是比较消极啊 都在防守 这个看就是李重伟 球数可能一下也跟不上 球数可能一下也跟不上 在场上就是控制 对 控制不少啊 那李重伟在场上这个调动啊 令到 刹那一下没有适应 只能跟着跑 那么几个来回跑下来之后呢 就有点气喘吁吁的 又加上呢 就还没回过神来吧 那么全场呢现在都是为李重伟在加油的了 因为这个比赛是在马来西亚进行的 马来西亚有两个项目是进入了决赛 现在看到的是男子单打 还有等会呢 还有男子双打 男子双打更是他们自己马来西亚队的自己的队友在争了 男子双打是马来西亚的老将中腾福李万华 他对他们自己的队友云天豪陈文宏 不上拉的时候还是没有女朋友 好了达到十一分也得到了一次休息的机会 我们也趁机先做一图广告 看完这个欢迎这个比赛的现场 刚才的达到 拿了十一分之后呢 李重伟得到了原中国队的男单主教练李毛的场外指导 因为现在新的规则打到十一分呢 有六十秒钟的场外休息 擦汗喝水接受场外指导 好 哎 波沙纳并不是那么软的 他回落神来了就能够还击 他这个场上速度加起来了 两个都是82年的选手 年轻力壮 正是当达的年龄 年轻力壮 正是当达的年龄 状态 这起码不能让李重伟打得太顺手了 哎呦 这种直线打球界 所以 输力还是比较大 比较高 哎 李重伟这个网球的判断非常的快 李重伟你看他打球 他的就是脸部表情 酷酷 非常冷 他不会说随着比分的变化 这个比较外露 像林丹 啊 林丹 甚至球啊 这个啊 比较狂 倒有点像这个陶飞客 对 也是变化不大 变化不大 哎呀 要逮到了 三高一米 四马有1米8几啊 这种啥球啊 巴塞纳1米78 很耐心啊 好漂亮 巴塞纳非常耐心 这是镇水批山啊 就连续几个直线之后呢 突然就是就是 看就是抓住了机会 男子单打就是男选手 他的变速能力 比起女选手应该快很多 就在多拍拉掉的过程中 如果判断到 或者是抓住一个机会 他的反应 就很快 因为披萨 哎 又是同样位置了 一个 因为这种打点呢 速度也很快 球也落得很快 哎呦 衣服撂起来也 看着巴塞纳打了腰带啊 看来这个腰是运动员 也是能爬起来 也是能爬起来 你看这球 他如果能进来的话 李同伟过去的球 也是一个过去球 你没看到李同伟要有裁判示意 也没看见有什么呀 看来在马来西亚进行的这个改制的一些重大的一个亚洲亚洲亚洲 比赛呢也不是抓得很紧 现在双方的比分相差不多 和判断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看着汗水就很多了 已经看见不用特写镜头都已经看到运动员的汗在往上逼了 就像那这个球质量不要太差 因为差点差一点点 嗯 那球 开按钮 这哪一路员的打法都必须要咚 厂商速度要快 凸击要快 要快 所以呢就是说 比中尾性的几个加速 只要是你后场球 他一看着呢 他一起跳 下面的球 威胁力很大 而且高水平的运员他一个起跳动作 起跳以后他的胎面转动换是比较快的 也就是说他直线球跟对角球 他都有 就比他李同伟加快了一下球速 又重新占据了场上的一些体重 基本上都是打下压 而泰国队的波沙纳呢就打得很被动 哎呀可惜了不算到这个回去有点可惜了 本来他已经跑到位置了 防住了李同伟在这一个正正手对角了 但是自己在打直线的时候 就说打歪了打到贴歪了 看着波沙纳又出去还有这个什么正手对角啊 怎么动作这么大 可能有点急了哈 动作都变形了 停动一下很难意图是想做假动作 想做假动作 想做假动作 要不你就干脆做直接做放往前就算了 想做不做 哦最后21比12 李同伟先拿下了第一级 李同伟先拿下了第一级 李同伟的几个加速 所以这个根本拿的挺爽啊 那由于有了这样的比赛的梳洗时间呢 我们的广告客户呢 也经常会得到一些播放的时间 好了我们就下面先去一组广告 欢迎回到亚洲满球警告赛的比赛现场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男子单打决赛的第二局 但第一局比赛里面呢 马来西亚的李同伟是先以21比12 战胜了领先泰国队的波沙纳第一局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二局的比赛 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呢 泰国队的波沙纳由于在开局的时候 由于过多的一些失误 所以呢给李同伟比分拉得很开 那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看看 现在波沙纳暂时有一个领先的机会 看能保护的多久 因为李同伟的节奏非常快 然后他要加快了球速 加快了整个节奏 就能够比赛很快就赶上 刚刚李同伟在第一局的后半段 就厂商速度加快了吧 所以在第二局开局呢 我就不再担心他会不会速度慢下来 从厂商的表现看 他速度还是比较快 但是现在波沙纳呢 在第二局 一开局呢就也打得比较凶 对 他在往前抢的比较贴 先抢住了往前 然后你看 哇 漂亮 他给你拉了 真的是 哎 看了波沙纳 是不是在第一局里面 留了一小手要跟李同伟拼体力啊 哈哈 你看现在整个波沙纳 大家看到这个是波沙纳 泰国队的波沙纳 在第二局的比赛 好像整个改变了一个人 哎呦 李同伟找下球 头顶出戒 因为男选手 呃 后场的进攻威力啊 一般情况下都是比较强的 所以呢要求说控球啊 呃 这个质量要求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你控球如果是质量不高 就容易送给对方的突击机会 哎呦 哼 对 波沙纳应该是自己的贪战 哎呦 节外啊 看来还是比较准啊 嗯 他这个球他已经站在底线 哎呀 漂亮 哎呦 哈哈哈 这局可能反应 哎呦 这个小帅哥 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 好像已经跟第一局大不一样啊 对 在第一局的比赛有点绵绵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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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伟好像绝对是有点 这这几个球好像有点 因为他不上第一局里面完全控制住对方 主要还是波沙纳加快的速度 哎呦 并且波沙纳的连续的几个进攻呢 都比较到位 所以呢现在李成伟一下呢 就比分也拉开了 失误啊 看看李成伟能够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手段 来改变一下自己落后四分的局面 李成伟在第二局比赛里面 戳往前的控制呢好像没怎么奏效 也是正手劈对角 大力的披杀 杀了个石线 要争取鼓动呢 肯定是要多变速强往 有机会要加强突击 踏槍 有机会 他还是要打突击 按下这个球 失误了 看看李成伟在带了 对象被往之后 李成伟还是控制往前 哦 这个假动作漂亮 做出了一个放往前的动作 其实是推了后场 这身上当了 这身上当了 哦 追平了 有人追四身 明显感觉就是他假票的进军节奏 哎呀 这个完全不让碰到太吵了 哎呀 这个完全不让碰到太吵了 哎呀 这个完全不让碰到太吵了 就是他能快能慢 可能会体力稍微 在太吃紧的时候 我稍稍放了一下 他一看比分拉开 到四五分了 马上就抓紧 比分哗啦 就可以上来了 就是他胸中有树啊 看到李毛 原来中国队的南丹教练 先去了韩国 后来又去了马来西亚 李毛在韩国 掉了松山德里嫌疑 现在又跑了马来西亚 20秒 20秒 现在这个男的主才好像比刚才做女担那个女主才严格一点了哈 对 起码还看看表恰恰时间 刚才这个女子担打的时候 中国香港队的王晨对日本伸香的时候 很多都给弄忘了 十比十二 博三娜 看着看这个场上的东西 这波相当有点不知所措 对 啊 脑袋先看了左边 突然哎呦右边 就看来 他这个李重伟 中队的隐蔽性很强 对 这个隐蔽性非常强 这俗话打得有点一愣一愣 这几个球失误的哈 有点冤 十二比十二了 他已经站在头顶的位置了还要再打对角 拍面 拍面 拍面掌握得不好 拍面掌握得不好 哎呀 可能也是 很危险的 这切哈 哇沙纳也判断了 他可能会触变 所以他这时候没有打 压在边线哈 好 哎呦 拍手正常 拍手正常 十二 十二 实际上这些板网出来也没有必要打板铁网 所以现在打的中段呢 比分一直是打的比较紧了 本来泰国队在波沙纳有四分领先的 本钱现在花完了 花完了又打得很紧了 九比四的领先现在才领先一分 哎呀 这个头顶刹对角口 十四平了 那么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呢 李重伟是以21比12拿下了第一局 那么波沙纳在第二局里面 如果 在刚刚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不能把握住机会的话呢 就 没什么机会了 哎呦 李重伟现在最近又出了很多 就这几下出了很多不掉的一些小失误啊 有时候往往在进攻的意识比较强 也就是说你考虑进攻比较多的情况下 突然转入防守呢 会出现一些失误球 看这里重伟好像也比较着急啊 一直在想攻 嗯 哎呦有个运气球 这往前的技术非常实烈 好 双方打成15比15 对于李重伟来讲 再坚持一下就能够取得胜利 对于波沙纳来讲 必须要拿回这一局 拿下这一局 才能有机会再玩 这野马汗吗 呵 对 是不是考虑到 马来西亚圈太热 然后呢满地都是水 估计裁判员也会根据实际情况 网开一面 对 确实是影响了比赛的话 对 他也会 就是你擦半天不回来 对 就是你不能是拖延比赛啊 或者是做一种调节啊 这个他他会掌握 他要看现场的情况 对吧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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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李重伟 他头顶起跳以后啊 有对角线 有直线 他结合的比较好 所以 沃沙纳在防守的时候 隐密性还很强 对 他们就是打对角 还是打直线 所以他跳起这个高度也掌握的 空中腾空的时间也很长 他弹跳得好 空球点就高 高的就能够做出各种的动作 你看 他的空球能力很强 好球 他往前 这个点那么低 他还放直线球 好 漂亮 他这个 连贯性 连贯的非常好 对 他打完一拍以后 下一拍的连贯 嗯 准备的也比较充足 这比分已经是18比15了 这比分已经是18比15了 后半端的比分一定是抓得比较紧的 机会 非常敢出手 然后到关键时候敢出手 看上去显得李宗伟在这个信心上要比罗萨娜要强 气质上 气质上 对 这个 这么多场球 这场球是最快的一场 漂亮 对 你毕竟现在李宗伟在最新的雨连排名是排在第二位啊 对 拉掉控球 有机会突击 对 这夹动作漂亮 他就抢了王以后 他有时间做 对 他能做动作 然后他这个已经很勾拍了 已经在勾拍中 能这样做的话 是不是他的体力也非常的好 对 所以他扑也可以去扑 但是他实际上他这个动作就是一个扑球动作 对 就有一台碰球点很高 完全有时间就去扑球 所以波萨娜都不敢动嘛 在后船不敢动 有时候呢 就怕遗憾就自己放放放放往下去了 好 那么最后 李宗伟以2比0 站上了泰国队的波萨娜 好了我们先去一下广告